无线能源被找到够用两万年 中国开建全球首座土机熔岩堆 美国慌了 又一技术被反超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 世界各国对于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化石能源也在逐渐枯竭 寻找更清洁 可持续的能源也成为了当务之急 然而在这一次全球能源革命的竞赛中 中国又一次取得了新成就 即将开建全球首座土机熔岩堆和电站 一旦这项技术得已突破 甚至满足中国两万年土能源需求 那么土机熔岩堆技术究竟有多难 中国科学家又该如何突破呢 土这种元素是地窍中流的三倍 它被誉为能量宝库 是一种前景十分可观的燃料元素 曾被广泛用于合金材料 医疗航天等领域 而中国的土含量世界领先 有专家估计 中国的土储量足以支持 未来两万年内的能源需求 中国的土资源含量十分丰富 仅次于印度 位居世界第二 丰富的土矿资源将对中国金厚土核能开发 和应用提供足够的资源保证 土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 使用过城中需要严格的安全措施 并且处理土和含有土的废物时 也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以防止放射性污染和危害人体健康 土在地壳中的分布非常广泛 主要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 鱼毒 居士和土石等矿物之内 经过探测 中国的土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在二十多个省和地区均有分布 共计储量大概为28.6万吨 这些储量足够我们用两万年之久 作为广泛分布的新能源 土的前景非常可观 它在核能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 可以用作合反应堆的燃料 形成一种有效的核燃料循环 土还可以用于制造放射性同位素 这些同位素在医学 工业和科学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不少国家都很看重土的价值 中国也是其中一个 多年以来 中国的科研人员都在对土的应用 进行这研究和突破 而今年 中国也迎来了一个重磅消息 那就是中国将建造全球首座土 及熔岩堆核电站 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28日消息称 中国即将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土 及熔岩堆核电站 核电站的热供率为60兆瓦 将于2025年开工建设 这座熔岩堆所产生的大部分能量 都不会浪费 早在2023年 中国甘肃已经拥有了一座全球首个实验性的土 金熔岩实验堆 消息一出 全世界都震惊了 毕竟在核能这个领域 中国一直不怎么被看好 并不如美国和法国这些核能的领头羊 然而中国却抢先一步 默默地抢了个世界第一个 熔岩堆是核裂变反应堆的一种 属于第四代核能系统 是采用熔有意裂变材料且处于熔熔状状态下的熔岩作为核燃料的 经过试验 熔岩堆暂热效率 安全性 燃料利用率以及废料处理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所以不少国家都很看好熔岩堆的研究和应用 把熔岩堆看作未来核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由于土具备安全性高 核废料少 防扩散性和经济性更好的优点 也成为了近年来国际先进的核能研发的热点项目 一般核电站都建设在江和海的旁边 主要是用水进行降温 而土反应堆则不需要用水降温 土机熔岩采用无水冷却技术 只需要少量的水就可以运行 并能在沙漠等单和地带实现高效发电 同时它的安全性也比普通核电站高 所以就没必要建设在湖泊旁边 土机熔岩堆研发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 像树岭国家实验是在1965年建成的液态燃料熔岩实验堆 这是也至今为止 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液态燃料堆实现土基础和燃料运行的反应堆 目前中国的土机熔岩堆实验在建设六个模块 六个模块会变成60万千瓦的反应堆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国家已经批准的项目都已经有千亿元量级 土产生的能量比我们认知中的其他能源要多得多 一吨土能产生的能量可以比得上350万吨煤 并且土机熔岩堆的发电效率是远高于我们目前应用的传统核电和火电的 可以达到45%到50% 这意味着什么 只要一点土 一座城市的电力需求就完全能满足了 所以说土机熔岩堆核电站要是能投入使用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关于核污染方面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土机熔岩堆核电站的设计是很独特安全的 固体燃料棒是传统核电站用的燃料 而土机熔岩堆核电站使用独特的液体燃料 这个设计就像给核电站装了一个安全阀 一旦反应堆在进行过程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那液态燃料就会自动进入设计的安全容器里 使反应立刻停止 所以只要没什么大意外 这座核电站是不会出现核泄漏事故的 它有很高的安全性 而且这座核电站对于核废料的处理也很有优势 核电站都会产生核废料 目前的传统核电站废料 在存储数万年以后才能降解到安全水平 不过受限于当时的科技工业和经济水平 最终不得不改维押水堆 也就是如今的秦山一级工程 不过当时的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曾参与728工程 建成了熔岩堆零工律冷泰试验堆和清水零工律试验堆 到了2011年 中国科学家组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土机熔岩堆研发队伍 这也为之后的中国土机熔岩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如今中国在土反应堆的研发领域里 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在2023年时 将土反应堆进行商业化 2023年12月5日 举行的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和展览会上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江南造船公司 发布了全球首款 世界最大的24000箱和动力集装箱船型 与其他和动力集装箱船不同的是 这艘船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第四代堆形容颜反应堆解决方案 具有极强的安全性和运行能力 一般和反应堆最怕遇到撞击事故 而土机熔岩则具有防阔散与固有安全特征 该船无需高压容器和管路 即使发生破口事故 也能迅速凝固 从而防止事故的扩展 土机熔岩的商业化也标志着 中国在核能领域又迈进关键一步 这一创新领域不仅能够解决当前的能源危机 同时也能为日后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提供重要技术 任何一项新的技术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 土机熔岩堆也不例外 在高温材料的选择上 熔岩化学的控制上 以及核废料的处理上 都面临不同的挑战 近年来 中国在核电技术领域快速发展 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核电技术的第一方阵 如今中国核电在建机组数量 装机容量都位居世界第一 在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中 明确指出 截至到今年5月份 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6台 总在建数量核装机容量均保持世界第一 第三代核电技术的画龙一号和国核一号 正在有序部署 中国的第四代核电技术 在多个领域和多个技术方向上 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如今中国即将开建土机核电站 也让国产核能技术在上一层楼 中国的土资源主要分布在内蒙古 四川 湖南等地 尤其是内蒙古地区 这里的土资源储量尤为丰富 我们对于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是能够解决全球能源的需求提供了长远的方案 中国的土含量能开发2万年之久 一旦土被大量开发利用 这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除了土资源研发外 中国科学家还研究出人造太阳 虽然风能 太阳能是不错的清洁能源 但由于天气的影响 使得这些能源不如传统能源产生的能量大 中国科学院也是积极地研发无限能源 在今年的7月 中和集团宣布新一代的人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项目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并实现了一种先进磁场结构 对提升和聚变装置的控制运行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家研究的人造太阳不仅在技术上领先 同时也推动了全球科技事业的发展 人造太阳能够提供无限的清洁能源 从而解决人类社会面对的能源问题 中国有理由相信 中国在无限能源领域的发展 不再落后他国 未来我们将不再受到化石能源的限制 也不用考虑能源的污染问题 无限能源的突破不仅彰显了中国科学家的勇气和智慧 也展示了中国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引领地位 中国科学院的人造太阳项目将继续推动人类科技事业的发展 为人类未来带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历史是由创新推动的 而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再不不久的将来 土机核电技术的发展将会是科技的胜利 刚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